《淨土十一论》 《淨土十一论》 我还是回到《淨土十一论》里面讲 讲一点点 上一节我们讲到《淨土十一论》第八译 第八译里面最后这一段 我把它念一遍 起码我对第八译把它讲完了 下一节我就讲第九译 现在我们讲第八译 我们先消文解义 把文里面的内容再讲一遍 又缘于念念佛灭八十一论生死之罪 为念佛时又以猛力故 拂灭恶业 决定得生 不须一言 上古上传 判实念成就 作别时意者 此定不合 何以得知 摄论云又为发愿故 传无有形 扎吉 论云要愿生阿诺果 值得往生 若闻无构佛名 值得阿鲁菩提者 并使别时之因 全无有形 若将临终无见时念 猛力献行 使别时意 其许勿哉 愿诸行者深思其理 自劳其心 莫心意见 自遂现也 现在我们在十五分钟里面 我们的消文解义一点一点的告诉你 它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把原文写在这里 又念又云 一念念佛 这个消文就是文章的内容 不过我一点一点的把它拿出来 再分析一下 一念念佛 灭八十一解生死之罪 为念佛时心满力固 伏灭恶业 确定得生 不须也 这个意思是什么样呢 虔诚的专念阿弥陀佛 能够灭八十一解生死中罪 因为念佛的时候实行的猛力 可以伏灭恶业 确定得生 你不需要怀疑了 为什么念佛一句 可以灭八十一解生死之罪呢 它的来源是哪一部经典的来源呢 它来自《观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你们怎么讲呢 佛告阿难 悔有众生作不善业 无虐实恶 拒诸煞善 如此愚人 饮恶业故 应多恶道 经历多解 受苦无穷 如此愚人 灵命中时 欲善之时 种种安慧 未受妙法 教令念佛 彼恩苦逼 不妨念佛 善有告言 如若不能念彼佛者 应称归命无量寿佛 这个意思是《无量寿经》里面讲 如果有人要临终的时候 有人告诉他 你现在临终了 要死了 你是依心的 什么都不要想 你依心是归命 南无阿弥陀佛 你以阿拉伯阿弥陀佛 如果你的心是猛烈的 你的神师就阿弥陀佛会借你的神习 到西方九个世界 脱离生死苦海 为什么临终猛烈 心猛烈就可以 灭八十一阶生死的罪 因为每一个人都要业力的 如果临终的时候 当你死亡的时候 你这个信念对你下一生的轮回 是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你的心临终的时候 你常常这样讲 我还有我的遗产 还没有分给我的儿女 我还有这个 我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 我很苦 我要留念这个世界 你不可以往生西方九个世界 因为你极左了这个世界 你一定是下一生轮回到六道灵魂里面 但是你把它全部放下了 你一心不再轮回 我不愿意轮回 我要往生西方九个世界 如果是你可以真的猛烈的心 如理作意 都设六根 敬念相须 如果是你这样 你的神使可以马上升到西方九个世界去 因为你要懂得唯使学 你才知道 现在我简单的解释给你听 人死的时候 他有一个神师 这个神师怎么样 神师是轮回的主体 他可能轮回到下一生 也可以投生到西方九个世界去 如果是你有机会 因为心猛烈投到西方九个世界去 你本来是有很多罪要轮回的 你现在因为你到西方九个世界去 再跟阿弥陀佛学佛 那么其他的罪业很多的消灭 所以可以灭八十一切生死的罪 就是以后的罪慢慢慢慢就消灭了 慢慢慢慢因为你静的心静 所以慢慢慢慢就把你的业障烧除了 是这个意思 所以一念佛 临终的一念很重要 如果是临终的恶念跟善念 是很大的影响的 所以我们信佛的人 临终的一念是很重要的 临终的恶相一现出来 你的极左心强 很难往生的 以前有一个老太婆 我有一个巨师告诉我 他已经八十几岁了 他临终要走了 但这个气还牵下去 离不开 还有一口气 这一口气就是三年都躺在病床上面 吸了氧气 就是这个气不断 病人的气不断 但你不可以说他死亡的 三年就是躺在 动着不动 但是他还有气 为什么他这样 后来他们就发觉到有这个事情 我把这个故事说短的来告诉你 就是他一念 他断不了气 他记着这些念 断不了气 三年躺在受苦 什么一念 他有一个safety deposit box 这是什么 中文是什么 保险箱 银行里面有保险箱 它里面有很多珠宝 钻石戒指 手是很贵重的 他这个key 他这个钥匙 忘记了告诉他女儿 他讲话都讲不出来 就是这一念 哎呀 我的钻石戒指 我的手势都没有了 我也讲不出来了 就是这一念 我不可以走 他们不知道我的东西放在哪里 我没有告诉他地址 哪一个银行 他没有钥匙 做时接念 他受苦了三年 后来有个法师耳边这样讲 你放下吧 一切就是空的 到时你女儿有这个东西又怎么样 她也不是怕它卖掉的卖掉 就是有装饰品而已 不要执着了他 放下他吧 他一定放下 他就放下 一放下他就走了 这个念头没有了 把他放下来了 有时一个念很简单 它害死你 这个念 有一个念头 也有其他人的念头怎么样 我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 我的老婆那么好 我的丈夫那么好 我的女儿 我不舍得离开 我还有这个世界 我留恋这个世界 怎么样 他变成中阴生了 他到了轨道 常常就徘徊在家里面 家人看不见他 都到了轨道了 到了轨道怎么样 天天伴着他的哀人 他的儿女 但是他也不一起跟他联系 后来儿女什么都死亡了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是这个鬼里面 做了鬼了也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有鬼 有很多鬼 你看见有鬼 他们是等 他们可能是宋朝的鬼 唐朝的鬼 他是等某一个人 他写不得他去 我要等某某人 我等我的太太 我等我的妻子 他一等 等了几百年 人都已经死掉了 他还是在等 他于是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等 我又等待 一念就去不了 我们这个念头很厉害的 一念可以下地狱 一念可以升天堂 为什么有人杀人 就是一念 为什么叹心就是一念 所以佛法 为什么我们要禅宗 禅坐 就是要我们清净我们的念 第二句 上古上传 盼实念成就 作彼时异者 岂定不合 何以得知等等 等等 他的意思是什么样 事件流传 灵命中时的实念成就往生 很多人说 只要靠你以前前生的力量才可以 这一生 如果是临终的时候猛力 也不一定可以往生 往生四方计则 四方计则 是靠你以前要累积很多很多善根 你现在临终 你这一生 心愿行具足 就可以往生四方计则 世界那么便宜吗 不对 是靠以前你修过 修四 你修过 前生你修过才可以 那么季节大师说 不是 《摄大神大乘论》讲 只有发愿全无修行 意思是强调发愿是正因 《摄经论》里面讲发愿是正因 不单止持明修行就够 《摄经论》说 只有你发愿往生安乐果 就能往生 只要听到无构佛的名号 你就能发阿拉多罗三妙三菩提 这也是强调发愿最初所重的正因 并不是说要靠前生前世的善根才可以成就 亦不能省乐中间的修行这一段 没有发愿 没有修行 单靠舒适的善根是不可能往生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一生的修行很重要 你不要说没有用 你要靠以前前生前世的 不是 你要发愿还要修行 就算是你以前有善根 你这一生没有发愿 没有信愿行 有不可以往生西方极致的细节 所以你不可以说 你不要相信要以前有很厚的善根 才可以往生西方极致 不是 这一生很重要 好 下一段 若将临命中时无间实念猛力善行 是别识意者其许勿哉 愿诸行者身世其理 自劳其心 莫信意见 自遂现也 这一段的文字说 如果把临命中时 能无间断的 勇猛认真的念几生佛往生 是靠舒适三根猛力的 不是因现在信念行的 临终的猛力的信节 那就错了 这个意思是 这一生要信 愿行 具足 信愿行具足 我已经讲了很多小时了 里面为什么我们要信 为什么我们要愿 为什么要行 在我们念佛里面 我讲了十几个小时 现在不再讲了 你要信愿行具足 还有猛力的心才往生 不是单靠全身的善根 如果是你真是说 我单靠全身的善根才可以 那你就误解了经文的本意 我已经把最后的第八仪 已经讲好了 下一仪 我们讲的是九仪 还有第九仪 第十仪 我就把净土十一论讲完了 净土十一论是随朝的 中国随朝的文字 是差不多有一千八百多年的文字 古文是很难解释的 但是我们有很多注解 甚至我讲大的听 都是我从注解里面 校文解义的把他的意思拿出来 大家讨论了这样 我们观音师学的法门 念佛 研究经典 还有静坐 三种游合起来 这样修行的 刚才我讲修行的佛法 最重要是知道为什么你要修行 尤其是寺庙的修行 为什么有出家人呢 他们是把修行这一科 专门去修行 他要专门去修行 他用这一生的力量 不要再轮回投胎了 为什么大家有父子 父亲 女儿 父亲 儿子的关系 前生你们有缘分 这一生又成为他是你母亲 他是你父亲 他是你儿子 他是你女儿 都是因为前生有缘分 所以再来 但是这一期生命缘分完结了 就没有了 如果是你真的要把这个缘分长期维持下去 你要到西方这个世界去 那个时候诸善善忍 最乎俱我于去 这个才是永恒的上序 那个时候就没有情了 人是因为情而痛苦的 但是不代表你是无情 不是无情 你看你什么情 你对众生的情怀是慈悲 你个人男女的情怀是痴恋 是男女的情欲 当然不同 好像爱跟慈悲是两回事 爱是单方面的 你爱他 他不爱你 就产生嗔恨仇恨 慈悲是没有条件的 爱是有条件的